例如加工机、机械手臂、CNC工具机、冲压锻造机、自动焊接手臂、设出成型机台等 是由多样机构电机所组成 相同的设备执行不同的生产任务 据周期性大量重复加工行为之设备 我们都将它归类于周期性生产设备 近年来随着制程不断细微化 为了提升产品良率与产能 对于这些设备动作的精准度和稳定度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而VMSML机器学习智能监控系统 能够借由设备在其运转、制造时所产生的重复性、复制性的动作和流程来建立模型及标准 并透过监测所得到的数据来帮助使用者掌握设备的状态达到预知保养的目的 优化制造流程实现提升产线良率的目标 更能增加设备的使用效率、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等等 由于周期性设备的机械运转动作极为复杂 运转过程中正常及异常讯号常会交错在一起 数值的高低不再是判定运转是否异常的准则 因此一般常见的警告门阀值显然不符使用 对于周期性设备而言 即使是同台设备 只要是在制造不同产品材质转速时 即会出现不同的讯号模式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制造模式套用不同的学习规范 根据制成特性 使用不同功能的感测器 例如机械行为相关的机械手臂冲压锻造工具机等 使用振动感测器 电流直接相关的自动焊接使用电流感测器 与压力直接相关的自动点胶涂胶 射出成型则使用压力感测器 传通导入AI的监测系统需要经由长时间累计大量数据 大量经验事件 在模型建立前所需要花费的建制成本 效益难以估计 即使搜集了大量的数据 没有经过数据清洗或特征化 数据将无法有效的被利用 此外每种类型的数据都需要由专业领域的专家跟资料科学家合作来重新分析建模 在真正有效益前 已耗费大量的金钱与时间 因此 要解决这个困境 需要一套安装当下即可产生效益 执行产线监测任务的系统 监测系统的主要任务除了让使用者能够掌握设备状态达到预知保养的目的外 设备还剩下多少使用时间 更是使用者所关切的问题 预命预测是实现预知保养的核心 也是设备管理的指标 机器学习智能监控系统透过各式数据与特征判别 AI智能交叉比对学习等等 计算出于设备的预命预测 让使用者快速精准的排定修机维护顺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